各位媒體女士媒體先生 大家好辛苦了這麼熱的天氣 我知道今天大家都是為了余大哥到榮總去住院的事情來的 其實真的講起來的話余大哥最近因為我們兩夫妻全家 都為我二女兒的病情都很憂心 因為他的情形一直不停地在惡化 一直不停地在惡化 那一下子滲雞水 一下子黃膽 現在滲雞水也掛了一個 一個雞水的那個管子 海水 那黃膽也掛了一個膽囊 抽膽膽支的那個膽囊 所以說非常辛苦 那余大哥 心裡面也很憂心 再加上現在地方選舉 那有很多好朋友在參選 他不得不跑 就是跑一些後援會 那這麼熱的天氣 那每天現在國會其實休會 他還是每天到國會來 我也替他很辛苦 他每次回家 他說好像要熱昏倒了 其實我知道他是心力交瘁 就等於是為女兒的事情 晚上也很難睡得很安穩 那現在到榮總去 還好即時我就是 我跟兒子都發現到 有一點點不對 你知道嗎 有一點不對的話 就逼著他到榮總去 到榮總去的話 現在檢查出來 確實他的後脖子的血管 有兩根堵塞 然後腦部也有那個血塊 還好就是 就是即時的到醫院 所以現在吃明血的藥 就等於是讓他去慢慢化掉 但是以後就是要注意 有任何的情況 就是要隨時到醫院去 那不然就會造成中風 謝謝各位關心 謝謝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那天看他的眼睛 右眼就整個腫起來 而且右眼跟左眼不平衡 一邊高的一邊低的 還有他的手 右手跟右腳都抬不起來 都抬不起來 然後也抓東西都抓不到 而且右眼直見的看不見 也看不見 所以我就覺得不對勁 那兒子更是憂心 兒子就不停的就是一直吹 我們就昨天就把他吹到醫院去 那我剛好我昨天我二女兒也是從榮總出院回去 那本來我也是要到醫院去檢查 因為我前天是在家裡的大理石上滑了一跤 你知道撞到頭摔到頭摔得很嚴重 你看我的手整個都摔成這樣 那可是我要照顧他們兩個人 所以我就先讓我心想余大哥先檢查完我再去檢查 那沒有想到檢查現在就是最少要在醫院觀察五天到一個禮拜這樣子 平時他都沒有用藥的習慣 平時他都沒有用藥的習慣 而且他這個人任性很強 他每天只有睡五個鐘頭 每天睡五個鐘頭一定起床 起床了之後就直接就照顧回來 談事情一直談談談 從上午一直談到下午大概四點多鐘才回到家裡這樣子 然後晚上的時候有的時候再去好一下那種花 那我是覺得他這樣子太勞累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因為女兒的病情一直在惡化都沒有進步 是我們最憂心最憂心的事情 因為公式上的繁忙是難不倒我們 因為以前我們南北好好跑 等於是跑江湖的到處跑 都不會覺得苦 但是女兒是自己的女兒真的是 那種追星之痛是難以言喻的 雅明姐為什麼辦公室一開始會發聲明說是中暑 中暑是因為辦公室的職員他們也搞不清楚情形嘛 就心裡想說是天氣熱也許是中暑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不敢隨便講你知道嗎 不敢隨便講 那現在我正式跟大家講 我正式跟大家講 我總是會面對大家的啦 是不是 他就是有這個還好 有中風的跡象 而且前幾天就其實醫生說 他那個就是已經有一點點小中風了 那小中風的話很奇怪 他自己又血管又通了 他說沒有人有這樣子的事情你知道嗎 那個血管又繼續流了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很大的問題了你知道 血管又繼續流 他就欸又好又好了 他就不去醫院 你知道他這個人皮皮的就不去醫院 還好兒子跟我兩個人就積極把他趕到醫院去你知道嗎 就硬架著他到醫院去你知道嗎 這次就很幸運啊 也是很幸運 老天爺保佑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